恭喜十七节升职总监 你们是工作量不饱和吗 十七节升职后 升职 那应该也是我给你们准备惊喜啊 中午想吃什么 我请客大家放开了去 耶 你好 我们一定会跟着你好好干的 张副总 这僵实器也太会收买人心了吧 不到三十岁就升为总监了 这再往上升 威胁的就是您的地理了 放了他 我要让他知道 在这儿是谁说的 十七啊 为了庆祝你升职 我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吧 公司想要办一场女性联盟者领导峰会 想要邀请百方集团的刘董来当嘉宾 你来负责吧 刘董 那可是从男人队里厮杀出来的十大企业家 他每年拒绝的邀请函 比我人都还高 别说我们提点你啊 刘董可是最喜欢墨白大师的花 墨白 如果你能给他办一场个人发展 我想他会约你来 没问题 我先去忙了 您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江十七啊 你懂什么 墨白大师的真迹有钱都找不到 这事本来就是烫手山 甩给他 正好 张副总 这个就是墨白大师的真迹 其他的话还在布置中 那我先去忙了 没想到 江十七还真能搞来墨白大师的话呀 但能不能出现在刘董面前 副总放心 我知道该怎么做 下午茶准备的怎么样了 餐厅的人在准备 原来你是我们合作餐厅的服务员啊 上次不好意思 接你的衣服还没来得及赔给你 那你想怎么赔啊 这些小费够吗 江总监 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餐厅老板 卢浩勤 你是老板 嗯 那 那这些钱还是还给我 毕竟我只是个打工的 我那边还有事 我先走了 走 这不是时期的下手吗 换话 刘总请 欢迎您大家光临 这次江总监特意为您 寻到了墨白大师的真迹 您开心最重要 快让我看看 慢着 花儿问题 谁都不好 怎么了 您刚下飞机 想必您应该还没有时间 去买护肤品 我专门给您准备了 赫莲娜新年限定礼盒 这里面不光有黑白绷带 还有今年的新品 黑绷带眼霜 三个绷带 帮您绷住年轻 虽然我不了解您用什么牌子 但是我认为 只有赫莲娜 才能配得上您 谢谢您 我自己啊 平时就用这个 听说您等会儿 还有一个 财经专方 我在旁边安排了一个 高级斯巴按摩师 做完斯巴 采访拍照 更显明光彩照人 你品味不凡 又这么会做人 我就爱和你这样的人合作 躲得了一时 躲不了一时 我看你咋受伤 麻烦你帮我准备一套笔墨指研 你想画幅假画 墨白大师的笔记口很难模仿 刘董 咱们准备看画吧 刘董 咱们准备看画吧 我把他请过来 看你走 大师 您是墨白的关门弟子 你一定能看出来这幅画是假的吧 这幅画怎么还有墨字梅干 我知道了 一定是僵十七线法 这幅画就是假的 不 这就是真技 大师 好久不见 您的技艺更精进了 刘董 不好意思 今儿早上我发现画幅换成了假的 这才临时请 画了一幅新的 希望你喜欢 你总是要白大师 没错 但我支付在此 走封敌了 真想不到啊 江总监如此年少有为 你们集团的女性峰会 我一定到 不过呢 我有个条件 帮我签个名吧 谢谢刘董 快走快走快走 等一下 你们两个的行为 已经被我拍下来 你们偷了价值一百万的话 判刑起步 十年 你们是自己自首呢 还是我送你们去警察局 这 这玩意是你偷的 我要去举报你 明明是你指使我的 我先去自首 我先 我先 你不知道红的颜色